今天来东京中木黑探店的品牌 是大家评论区期待了很久的WACO MARIA 一提起来呢 那肯定是离不开张扬和狂这样的关键词了 在如今日潮的户外机能 City Boy等等风格盛行的当下 WACO MARIA呢 可以算是所有日潮品牌里面独树一致的风格了 既拿捏了亚文化的审美 又能很成功的把狂贯彻始终的一个成名品牌 今天咱们逛的就是WACO MARIA 位于东京中木黑的旗舰店 天国东京 相信不少兄弟都听过这个名字 不仅能在店里喝咖啡 还能跟我一起看一看WACO MARIA的代表作单品 兄弟们 我是东京潮流情报员 美洲力行探店 带来第一首东京潮流资讯 在此之前 我先跟大家聊一聊主理人森敦彦 和这个超框品牌是如何创立的 WACO MARIA的主理人森敦彦 1972年出生于冰库县 今年正好50岁 曾经还是个足球少年的森敦彦 18岁因为足球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东京 在Club里面接触到了雷鬼音乐以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从此就开始收集各种稀有的复古黑胶唱片 按照森专艳的字数 那个时候的他 甚至会把便携的唱片机 带到了足球训练营 生活一刻都离不开音乐 25岁 从足球行业退休以后 开了一个叫Rocksteady的酒吧 之后因为喜欢自己独有的风格的时尚 加上东京也有了人脉 就开始试着创立自己的品牌了 带着对音乐的热情 2005年森敦彦和导演十种起次 创立了日本时尚品牌 Wako Maria 并把Music is the trigger of imagination 作为品牌的一个核心 Wako Maria的这个品牌名称 起源自拉丁语 意思就是奇怪的玛丽亚 把音乐 女性 美酒 爱 梦想和热情 作为品牌设计的一个关键词 还有那一句 如果我是女人 就会爱上这样的男人的slogan 于是 一个狂野 帅气又浪漫气息的品牌 就这样诞生了 2015年 在东京中木黑 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 Paradise Tokyo 也就是咱们今天来探店的这一家店铺 进门啊 就是一个吧台能坐下来慢慢喝杯咖啡 或者喝酒 又能慢慢欣赏衣服的Wako Maria店铺 确实是有一点意思的 不过啊 先进入正题看看衣服 一会儿呢 再来休闲 Wako Maria标志性的单品 自然就是各种满印超狂图案的Aloha shirt 首先啊 就是热度不小的巴斯奎特系列 相信很多兄弟啊 也是通过周董的收藏 才了解到这位已故的艺术家 把色彩极度鲜明 狂野的街头艺术创作 搬到服装的设计上 不得不说啊 一眼看上去 确实是很抢眼 然而呢 在巴斯奎特的艺术里呢 更多的是想表达一些 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反抗 追求艺术的平权 最典型的 就是这个标志性的小皇冠 灵感呢 来源于一个美国的电视节目 小流氓中的一个叫 乔麦的黑人男孩 听说今年的Wako Maria 和巴斯奎特的合约 也要到期了 所以这一季的主题的单品啊 应该也就是最后一季了 想收藏的兄弟就尽快出手啦 再来啊 就是丰富多变的音乐系列和电影主题系列 比如说这一季Bob Marley主题的Aloha Shirt 还有今年发售的电剧杀人狂主题 以及喜剧组合主题等等 这些题材的选取啊 我感觉都是主理人森尊艳 个人品味喜好的挑选 也许这就是能成为一个品牌主理人的乐趣吧 能把自己喜好的文化符号 购买来版权 放在设计里 再变成商品 让大家来买单 感觉啊 最后也变相的为自己的偶像打高了 接着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五六塔兔纹身系列 据说主理人森尊艳啊 和这一家纹身店的老板 私交非常的不错 风格审美一致 惺惺相惜意情不自禁 于是就有了这些大家非常熟悉的日式纹身系列 这个骷髅头的形象啊 确实是深入人心了 这个系列呢 也成为品牌最为标志性的招牌系列 寻找新锐的艺术家做合作款 是Vaco Maria的核心思路了 比如Netface的这个街头涂鸦艺术家系列 还记得看到当时发售的这一款Aloha shirt 怎么说呢 画的是真的大胆 穿着上街啊 面对大家的视线 必须有一颗射牛的心 还有每年话题度都很高的裸女系列 也是射牛必备 即使在东京这样比较多元的城市啊 也是很难看到有人穿上身 最后再来看一看 真正让品牌家喻户晓的老虎系列 同样呢 也是来自于纹身艺术 老虎系列里面啊 年年强迫头的 就是白虎 但是受经济影响啊 现在的行情也不如往年了 现在店里面啊 也还能看到不少的老虎的现货 也是前几年啊 不敢想的 比如这一件菊虎 还有它旁边的兄弟虎 大虎 小虎 上山虎 下山虎 又或者是各种虎纹的单品 一直呢都是挖扣马瑞亚销售的主力军 看来啊 在主力人的眼里 想要成为一个看起来有一点坏 又有一点成熟魅力的男人 虎纹单品是必不可少啊 也是兄弟们出入门这个品牌 最为推荐的一件单品 其实店里面啊 还有不少素色纯色的单品 比如西装西裤 帽子啊 牙匹的绅士 发少的单品 毕竟也是当一个内搭 oversize的西装一套 领帽一戴 也许那句如果我是女人 就会爱上这样的男人 想表达的其实是这个搭配思路吧 看完了衣服 咱们坐下来喝一杯 挖扣马瑞亚的咖啡 很难想象啊 这些穿的花里胡哨 看起来又有点凶神恶煞的店员小哥 细腻的冲泡咖啡 和做心形拉花的样子 甚至啊 咖啡上漫了 还会连连的跟我说不好意思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反差萌了 让我一下子想起来啊 极主呼道那个漫画 咖啡几百日元 非常平价 口味一般般 但是呢 氛围是真的很享受 听着店里黑胶放出来的音乐 坐在这儿拍一个照 欣赏欣赏店员的穿搭 也挺惬意的 总的来说啊 我个人认为 挖扣马瑞亚的受众啊 更多的是已经在消费一种文化和脾胃情怀 可以说文化超越了服装本身了 毕竟这个价位买一件人造丝的短袖衬衫 确实是需要一点热爱的 我自己呢 虽然不走狂这个风格 但是也能够理解这一种审美和美感 想尝试挖扣马瑞亚这种风格的兄弟啊 我的个人建议是 首先你一定要确定一下 自己有比较强的气场 才能够撑得住这些张狂图案的夏威夷衬衫 摄恐的兄弟 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经过今天的探店 相信兄弟们 对挖扣马瑞亚 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 觉得这个品牌如何呢 对这些设计 自己敢尝试吗 欢迎讨论区讨论讨论 下一期呢 你又想看哪一个品牌 都来告诉我吧 咱们下期见